王立勤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选手 从来看的话 两位选手一左一右的话要难一些 但是日本双打的组合应该说这两年 因为他第一步打单打 第二好像也不能比赛 发展的空间要大 尤其是松平的大家看过他的单打的比赛 他的发球也有一定的特点 一个下顿发球 对 各色极有特点的运动员 走 走 走 比赛当中其他在单向的所有项目 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四强 走 走 走 他们的球还是没有机会下手 这一位一左一 看这个球反手他也只能打一下 通常一下用正手来杀板 二十比八 日本的丹雨桑季和松平先拿下第一 我们可以打双的最重要的就是把两个人的特长技术或者特点 能够融入到一块儿去 能够组合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个境界 因为不在于一个人的技术水平有多高 但是我觉得王李 从性格上来讲 你比较柔和一切 你在场上 你没有带来任何一种压力 所以就是两个人 一直是很和谐很融洽 如果你的YK队 要特别的 特别高很大的这种压力的话 那即使强 可能也打不到这样 男子双打的 这个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王李星你觉得这个 你赞同吧 对 因为打双打的话 我觉得一个 首先是两个人要相互信任 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要相信你的同伴 能够一起 能够共同努力 赢下这场比赛 同时也不能相互埋怨 因为可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谁都会犯错 谁都可能是状态差的时候 但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帮助同伴 这也很重要 在场上有边打边吵的 他赖他赖他赖他 那就比较麻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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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日本的这两名印度人的这个战术的意识非常明确 基本上都是给到极客跟马路 我觉得反手其实不要非得测身 你反手出质量也一样的 你测完以后你这个测不开 比不测还不是不测 王立先生 你觉得极客和马路他们俩从心里的沟通 心里的配合上 你觉得能不能达到一个特别高的一种境界 应该说这段时间吧 两个人一直在某个封闭训练 这两队一直在平时的沟通 包括比赛 为了更多的是能够把双方的技战术能够统一到一块 所以马龙相对 球路也要统一 对 现在打成九平 这样10比9 马龙刚